大家好,我是小方 刚去地里拔了一些马齿馅回来 现在正是马齿馅茂盛的季节 其实吃马齿馅的好处特别的多 不仅可以清热解毒,还可以防便秘 今天就用马齿馅给大家分享一道 既营养又好吃的美食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马齿馅 一朵一朵的给它掰下来 把根部去掉不要 其实马齿馅还有一个名字 在我们这儿叫马蜂菜 不知道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名字呢 锅中提前烧开水 加入一勺的食盐 滴入几滴食用油 然后把载好的马齿馅放在里面焯一下水 去除一下它的炒酸 马齿馅焯烫时间不要太长 焯烫至变软 然后用漏勺把它控水捞出来 快速的放在凉水中过凉 过凉之后再把它捞出来 挤干里面多余的水分 挤好放在菜板上 再改刀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把它收在一个大碗里面 接着再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把它清洗干净 切成碎木耳 切好之后和马齿馅收在一起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 改刀先把它切成薄片 马齿馅里面放入洋葱 可以中和它的酸性 再改刀把它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和马齿馅木耳收在一起备用 接着再准备几颗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把它收在小碗里面 然后往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炒锅里面加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的把它划炒开 炒成鸡蛋碎 炒好之后关火放凉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和下面团 盆中准备350克的面粉 然后在中间分开 一半用刚烧开的开水给它和面 边倒边给它搅拌 另一半用适量的常温水和面 这样和出来的面团既柔软 即使放凉了也不会硬 吃起来也比较好消化 把它搅拌成像这样的面絮状 往里面加入10毫升的食用油 然后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把面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然后再往上面抹上一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放在一旁平面25分钟 鸡蛋放凉之后把它倒在馅料里面 接着加入一勺的食盐 适量的五香粉 一勺的蚝油 一勺熟油 适量的小墨香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哇光闻着这个馅料就特别的香了 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好了 把它取出来 按板上抹上一点食用油 放上面团 不需要揉 给它整理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 给它整理一下 按扁 再用双手向四周把它推开 然后再往中间放上馅料 像包包纸一样把它包起来 收口处捏好房子露馅 再把多余的面团揪掉 把它轻轻的按扁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接下来电饼铛提前预热 在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做好的饼坯放在里面开始烙 上面也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先给它烙上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把饼翻一下面 让它收着更加的均匀 盖上盖子 继续烙上三分钟 把另一面烙成金黄色 再给它翻面 中间给它翻上两次面就可以 烙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 能立刻回弹 就说明熟了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们麻子馅的馅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馅饼皮薄馅大 外皮非常的柔软 即使放凉了都不会硬 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的馅料各个咸香味美 咬上一口真的是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吃 麻子馅这样做 非常的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赶紧收藏了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一尝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